1月20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2019年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维在会上表示 2019年电信业务总量按少年不变价计算增长18.5% 信息通信业运行平稳 网络强国建设稳步推进 去年6月份我们正式的启动了5G的商用 到年底全国共建成5G的基站超过了13万个 超额完成了网络提速降费年度的目标任务 协号转网在去年11月底也在全国正式推开 IPv6基础设施全面就绪 网络强国建设取得了扎实的进展 5G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 是信息通信行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发布会上苗维表示5G技术不仅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通信问题 也要解决物和物之间物和人之间的通信问题 因此在着力打造高品质5G通信网的同时 也要深化5G应用发展 培育垂直行业应用 5G超高速率将使手机刷屏更快 满足部分高端消费群体 对像虚拟现实 超高清视频 大型的网络游戏等这方面的需求 也可以通过5G网络进行建设 解决我们过去解决不了的一些城市的热点地区 网络拥塞的这个现象 但是更大的蓝海还在这个物联网 在工业互联网 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呢 我们要利用5G的技术 更好的帮助工业企业建立起内网 推广生产企业的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的这个进程 这个 我们在物联网的5G应用方面 也要从物流 监控等生产的外围环节 向仿真 内部控制等内部环节去延伸 使它的应用深度不断地在拓展 此外 苗维也表示 中国将秉持开放合作共享的理念 与全球产业界共同推动5G产业发展 会上有记者问及中国6G研发工作进展 对此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 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文库回应道 目前中国6G技术还处在探索阶段 实际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在6G发展上 一直很早就做了这个工作了 17年年底我们就着手开展这项工作 18年我们就组织一些专家 对6G来进行讨论 我们现在这些工作都在探索当中 总的一句话就是说 要着急 但是也不那么着急 眼前头第一 要把现在的5G的工作做好 同时6G的工作要启动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